看比赛,很久没有解说这个花果山的一个单挑了啊,其实花果山的话也是很强的一个物理系啊,这个,这把碰到的一个灵魄城 开局的话,观察方直接起棋子,最大方一手破血过来,打观察方人物两千 双物理门派对拼的话还是比较刺激的,因为打起架来不是那么拖泥带水,观察方一手当头直接喝了对面一万多血,对内方也是一直在进攻 对内方卡两千五,对内方有一万多血,对内方这个灵魄城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内方一把金曹诺,看一看这把,观察方留了一个心眼,贴了一手宝宝,打人,打三千 剧迷直接飞,哦,现在高鬼魂的一个剧迷,现在高鬼魂冲的话,这个用的也是比较多啊 对内方宝宝卡血,我的天哪,这个鲁之身血量确实很高啊,观察方的话 对内方有刀刀暴击啊,刚才我记得第一发当初一爆的话也是这个,也是出暴击了啊 观察方的一个暴击几率还是非常高,一手破天,直接是点倒对面的一个人,观察方用破天的话肯定是想,哎哟,再来一手当头两万三,刺激。 OK,咱们继续来看这一把比赛,观察方的话还是这个高暴击流的一个花果山,这把碰到的一个大堂关斧,这个大堂关斧的话,说实话在花果山面前能赢的一个几率真的很小啊 哎哟,对内方也是直接开局选择一手红扫 三扫,哦四扫,但是对内方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哈,观察方一手单点五千切 利皮P五千,对内方的话是一个肉坦哈,肉盾 观察方再来一手狱迷,这样的话对内方基本就没有机会哈,对内方出,对内方还是想和观察方继续干的哈 对内方拉了一手大佛,观察方平A出漫天 利皮P是直接压尸体啊,观察方的话,这个套路的话也是还可以是吧,酒精战场的老油条 这样的话对内方根本没有机会哈,再来报街 梦回长安,欢迎来到类财务,咱们继续来看比赛,观察方的话是车牌哥的一个普陀山,这个普陀山的话非常暴力哈,不要被他很屌丝的名字所欺骗 对内方的话是武装冠哈,好兄弟老王,我的天,这个名字有点粗鲁 对内方看起来也是,出了孩子,这把比赛的话,我实在想不到武装冠会怎么赢哈,但是如果能赢的话,肯定对内方的这个后排孩子的话是立了大功哈 哎呦,我的天,紧箍咒,加毒,每回合给对面掉2500选,这样的话对内方很伤呀,而且虽然对内方这个开局的话也是把观察方的一个人物给控制住了哈,但是这个紧箍咒是早早的就是给你挂上了哈,而且,观察方的一个宝宝一直在毒对面,真的很恶心 对内方轻掉自身的一个负面状态 对内方的一个孩子是吧,虽然三次秒过来伤害并不是很可观,但是出了法联法暴,叠在一块的话,还是非常OK 对内方被动起了一手生命的源泉 对内方再拉童子,双方确实,观察方被封印住之后哈,也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没有办法就是说继续给对面补这个,补这个紧箍咒啊,对内方也是有点跳 观察方拉顺法地厅,这个地厅的一个硬件的话,应该也是非常暴力 哎呦,出的时候眼睛丢了哈 地厅也是被对面反手拍飞,对内方的话,这个玩家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战斗力的哈 在面对观察方这样很强势的一个普陀面前也是打出了自己该有的一个反击效果 观察方这个普陀是不是有点自信,没有带五龙丹 你以为给对面挂中的话,你就可以是吧,不需要这个,这个解开了是吧 只考虑生存哈,没有考虑这个 这个,这个动作风隙,你该怎么办啊 哦呦,对面这只猫灵,7000多 观察方直接拉这种超级地厅,看一看对内方怎么处理哈 你看对内方这个孩子,从开局到现在一直在场上站着,站了 我的天,站了十多回合了哈 而且对内方,观察方拉了一手地厅之后,对内方拦了一手叶语剑法是吧 伤害不高,悟性极强 这个观察方的一个速度主度,开局是真的是王上开局哈 后期的话,这个被对面有点秒的溃不成军 孩子在第十三回合,终于是逃跑掉了哈,还不是被观察方清掉了 对内方因为是没有追子,速度的话,速度的话肯定是找不到比地厅快的一个单位,这样的话地厅直接出手 对内方的一个地厅打过来,打观察方人物的话不是很疼哈,没有神秘 但是的话,清你的宝宝的话,这个伤害真的是足够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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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单秒,秒掉对面的一个地厅 其实,怪党方场上有仿仿 有这个人物的一个魔抗本身就很高的 其实这个地厅的话,没有轮子留着也无所谓 对来方在笑了怪党方的一个愤怒 其实愤怒笑不笑的也无所谓了是吧 日月乾坤也是不错记的哈 怪党方的话,哎呦很难受呀 对来方一个血药也没有消耗 怪党方拉虚米,这个虚米秒过来很疼 而且对面这个虚米的话,怪党方是轻不掉的哈 怪党方最后也是拉出了孩子,这个孩子的话 哎呦,还是一个抗性很好的一个孩子 给怪党方卡大金,怪党方继续丢铃铛 怪党方的话,现在对这个场上的一个局势还是有一点期望 的哈,肯定是想看看通过运气拿掉对面的几只宝宝 然后的话,再刮紧固之后 恭喜就是,不正常比赛给魔影 但是,想法很充满是吧 见识很骨感,你看对来方这个宝宝的话是吧 有这个这样力气的话,你怎么打呀 对来方继续说,对来方场上两只虚米 哦呦,虚米的一个伤害真的很暴力呀 怪党方一手单秒,对面的一个宝宝差一点 好,很棒 要很高兴 优优独播剧场的明天